大家好,我是黑哥 昨天朋友给整了一扇的山羊肉 我已经在井水里拔了一个晚上了 今天正好下着小雨 这可是吃羊肉的好天气 这大物件比较大把式 一会儿我把静哥摇和上来 给他把这个羊肉超度一下 这一说吃羊肉,静哥已经上来了 吃羊肉快点了 你这宁人啊,蹬着车子就上来了 这十几公里了 一会儿你给他弄哥 这么多 这半只 这都二三十斤了吧 我看第一,以后二十 我都换了七八水了 一会儿他们在,还用泡吗 泡了一晚上了 那咱先下,咱就弄 静哥就到开了式了 你看这蟹羊肉卸的真美 这手法是个鲜熟 一会儿拿砍刀剁吧 都剩下来 这前面是羊脖子了 其实就羊排好吃 是吗哥 羊蟹的好吃 我拿着啥,刀把这皮干,羊蟹都让人没点 是 油我都能吃喽 我也能吃喽 油就有点最后香嘛 对,咱拉成小块的就行 是吧 静哥,这家伙事怎么样 没问题,看这压就断来了 这块差不多吧 能行 你说都能这样啥 咱锅大咱也不怕 静哥这也是炒菜不行 这炖鸡肉来跟你说 只比黑鸽强,不比黑鸽刺 这金哥来了就是轻松 一会儿就等着吃了 这金哥,你这也是去银三件套吗 葱姜小米酒 这咋又说了 咋这最高端的食材 其实就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 对 这水还没烧开了 家里没天然气了 得亏家里有这柴火炉子 这个难不倒黑哥 要是没这柴火炉子 今天完肚子了 有这炉子就还天然气了 柴火烧的好吃多了 那个我说丽莎 咋吃的 哎呀,这一车 小会儿慢炖了,好着嘞 这炖鸡肉味儿香 这咋还得继续炒 先炒一遍是吗 对对对,炒 那一会儿把那小桌上搬到跟前 我给你打下手 今天你主厨啊 行行 哥,我看到这肉泡了一晚上了 含这么多血沫 你煮就是这 他肉里面的冰昂出来了 是吗 我说里面半天不开 没天然气了 这也行 慢慢来吧 这样吃的太香了 一会儿他换过去 他把这些肉涮一下 是吗 对对对 弄的那清汤呢 这炒的差不多了 这还你拿 那个温水洗了吧 对这洗 不怪他不敢拿两只水 为什么洗 那一会儿我再烧点水 对 他一收了 口感不行了 嗯 这下肉必须开水一下 井哥 要不说肉吃了嫩一会儿 不柴 啊 这还有真有讲究的 嗯 都凉了抽罢了就 我在内蒙的时候 然后就浇了 放这些东西 对 这就简单吧 这就是花椒 茴香 白芝 葱 姜 放点干辣椒 对 我在内蒙的时候 清汤咱就是这么吃了 是吗 对对 把盖盖上闷吧 好嘞 哇 这里面加两根的果木 这枣也是果木 这是枣木 特别耐烧 比这两根就炖的差不多了 这一锅羊肉 这香的不要不要的 这有一个来要吃了吧哥 哦 有多少吃了 你就把 还得炖一个小时 还得炖一个小时 嗯 把葱烙了 葱变味了 一会儿就串了是吗 利用完了定算 对 姜不用捞 姜不用 姜在炖 就把葱捞了 那盐呢 盐最后放 最后再放盐 对 没了哦 一开盖就能闻见香味哥 放盐 这就是出锅前才放盐 对 这样肉烂是吧 嗯 我看他那会儿满满的 现在怎么少了呢 那炖六七辣都是高手了 好的你嘞 羊肉做水嘞 牛羊肉 那你说他这 小二十斤肉 咱能炖个十斤 十一二斤就是好的 不过这真不少 够吃辣 汤看的够亮 嗯 你看我这儿装备全吗 盐都用的是海盐 呀 汤多 汤多得加盐是吗 嗯 我口撕的小 你撕大点不行 是 蛋了咱能加吗是吗 行了吗 再来点 再来点 你这一尝一尝了尝得我都 我这唾沫都淹了好几口了 汗水都出来了 这把羊肉汤的 呵呵 全国各地知道吗 只有淋温的汤是摆的 全国各地都是这种汤 肉汤吗 对 这才蒸你肉汤的 他淋温的羊汤那是骨头熬的吗 是吧 他那打羊脑的 打羊脑的 没问题 这就差不多了 再骨 这带骨头会就行了 可以跟起锅了 没问题了 一会团一块看软了吗 没问题 这两个小时了 哎呀 终于能吃了 看这一捞肉怎么起来 这怎么刮一股腰风呢 闻见香味了估计 呀我感觉这块最美了 对 肥瘦相间嘛 稍微少捞点吧 行行行 这行捞吧 我捞一会风吹它这个发黑 行行行 好嘞 来那先换点酒花 咱这酒花太细 我没买那粗的 没事 这个给断了 我的筋太大了 还不可以 呀就是断了已经 已经 已经摁断了 咱就这么就往肉挑吧 我给你弄了一条 来一点就行 我都不要吃酒花 我就吃肉了 行啦哥 内蒙是花腰肉 就是配点酒花 就是手吧 那筷子就多余有点 咱这温明点不温明点的 上手吧 先喝口汤吧 原汤还原食吗 行行行行 一碗新鲜的羊羊汤 倒了点小棕花 必须先喝碗这汤 谢谢啊 没没没 正好 下手下手 这家伙要是不下手吃都不行 我得下手了啊 来这罐 我得来罐骨头 我这罐估计是腿哥 嗯 是吗 应该不腻一点哦 嗯 香 嗯 嗯 嗯 很香 老黑 嗯 以后炖着大肉叫我啊 水叫水道 别管了 这好吃 它不是水道水道 这大食材多了 只要老爸老爸不拍 咋咋咋就好好弄 这都没了 看着多估计吃点花就饱了 家里草一点少是吗 到草原来吃这更有感觉 你能吃出这个山羊吗 嗯 绝对山羊 我们的弟弟弄的这肉 一点牢骚没有 全肉的 这花不给你 这花再粗点就带劲了 黑哥这是看了 这以后炖大肉 必须得叫金哥 叫金哥黑哥这活少干肉多吃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黑哥要专心吃肉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三分钟就能搞定的韭菜鸡蛋饼 关键是做法还特别简单 孩子喜欢吃起来香香软软 洗净的韭菜切碎 碗里打四个鸡蛋 加切好的韭菜火腿肠 一袋煎饼粉 它是由各种粗骨杂粮搭配好的 还自在调味 加一盒纯牛奶 搅拌成稀一点的面糊 平底锅刷油 放两勺面糊摊匀 小火煎至一面金黄 再翻煎另一面 就那么三四分钟 好几张饼就烙好了 学会它早上 又能多睡半小时 不用出门 在家也可以吃 又酥又糯的香蕉派 孩子特别喜欢 香蕉压成泥 放饺子皮上对折锁边 沾上鸡蛋液 再均匀裹上面包糠 六成油温速炸一分钟 香蕉派完成 外酥里糯 厚着脸皮要的小清醒 谢谢了 警方便因此